成功者一定要有强烈的信念 一个成功的人 从来都会有强烈的信念 和强烈的画面 如果你有一份梦想的话 首先你去问一下自己 这件事其实是我只不过 短时间的喜欢 还是长时间的喜欢 如果你是长时间都喜欢的话 一想起这件事 自己有喜悦的感觉的话 恭喜你了 你应该找到你成功的道路 但必须要记住 当你开始起步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很强烈的画面 譬如可能你作为一个 站上舞台的表演者 舞台在哪里 你穿着什么衣服 表演着什么 每一个的细节 一直都在你的脑袋里面强烈出现 当你的脑袋强烈出现这些画面的时候 你就会跟随着这些画面 一直去想这些细节 可能是买衣服 买衣服 甚至乎在想如何买飞各样 强烈的信念就是说 我必需要 我一定要 我肯定要 没有人能阻止到 当你的信念越大的话 你的障碍越来越少 但如果你的信念是很小的话 那就是说你遇到的障碍就会越来越大 人当一看到障碍 通常就会恐惧 会很害怕 但是当你的信念很强 你一定要成功的话 你的障碍就很小 很小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我要跨过它 我要穿越它 甚至乎我要挑战它 因为你的信念 每一天都将它视觉化 图像化的时候 你的成功的信念是非常之强 我亦都会建议大家每一天 都将自己所想的东西 变成一张一张的图画 然后就粘在自己家的墓场里面 这样你的信念 将会增强得更加厉害 而你自己所看到的障碍 将会是更加少